麗菁姐是不是也是為母則強 其實我以前啊 就是在還沒有小布丁的時候 我以前是拍戲的時候 是很難哭的那種人 對 每次情緒都要培養很久 然後也不會特別情緒起伏很大 我不知道是不是生了小孩 就很冷靜 對 都很冷靜 然後很難哭 可是生完小孩之後呢 就是不知道荷爾蒙的關係還是怎麼樣 看什麼都覺得很可憐 對 就像看到玉琳哥 如果我剛剛生完小孩 我就會覺得說 玉琳哥如果肚子小一點 應該會更帥 我就會覺得想哭 你知道嗎 就什麼都可以哭 他看你肚子太大要哭了 那你是真的 很容易觸緊 生情 是不是快要生了這樣 對 然後重點是有一次 那時候他那時候還很小 我們那天還下著雨 我記得 我們兩個就一起手牽手過馬路 就過馬路的時候我突然覺得 我腳底下怎麼咔嚓一聲 我就想不會吧 我就低頭一看 是一隻小蝸牛 他就被我踩死了 然後我那時候就下著雨 然後我心裡想說 那小蝸牛可能家裡還有寶寶 對 然後我想說 他爸爸媽媽會不會在等他 然後我踩死他 他爸媽在等他回家吃晚飯 對 然後他就沒有辦法回家 那感覺起來 好像跟我的孩子一樣大小 我想說好可憐喔 然後我就忍不住哭了 然後我們兩個都覺得說 媽媽 他又說 媽媽你怎麼踩死小蝸牛 你好狠心 我就說 對 我真的好狠心喔 然後回到家 我整個晚上睡不著 就自責 對 旁邊這會是你爸爸是嗎 不是啦 你坐在那邊還在看診 你家爸爸是阿福啦 我在看診 我在看診好嗎 這是我們心理醫師專家 這個邱醫師 對... 我要特別介紹一下 觀眾真的以為是他們的爸爸 對... 很像耶 沒有 我剛才聽起來 他那個時候真的 有憂鬱症的傾向 產後憂鬱嗎 對 對 那個憂鬱症的人 就是觸景會傷情 對 看到花掉下來 他去葬花有沒有 然後也會流下眼淚 對 會耶 夕陽心下啊 那個倦鳥龜巢啊 對耶 真的 太符合了 我以前... 我以前也... 奇怪 這鄉下真的蝸牛很多 我就是... 不用開車啦 走路 不行 你不可以這樣對待他 他是有生命的 對 沒有 不是我故意去踩他啦 是不小心就踩到了 你要跟他道歉 那時候我也是猶豫猶豫的 我不是道歉而已 我想說安葬他 本來圖葬 可是有點麻煩因為不環保 我就想說 燒著燒著 你這個到底是安什麼心啊 燒著燒著那個香味有扑鼻而來 我就去買兩瓶啤酒 什麼啦 真的很扯耶 法式烤蝸牛 真的 我覺得不只男生很難控制 我覺得女生也很難控制 4.5分 很高耶 你講的女生應該不會 就是你旁邊這一位吧 對 小布丁 你知道他怎麼樣嗎 每次我要叫他穿衣服 我說你穿這個好看 我就不喜歡這個裙子 等一下 我還沒講完 我不穿裙子 我不要穿裙子 我說好吧 那你就穿褲子 他說 可是這件褲子好吃好癢喔 我說那你穿襪子 等一下 他說我襪子不要 好緊喔 我說內搭褲 他說不要 內搭褲很緊很不舒服 我說好吧 那你穿個米老鼠 我就不喜歡米老鼠 我說你 你可不可以 天啊 等一下 買衣服之前是 先 考慮一下 你為什麼 我不能先問過你 對...母女就是一個想講 一個一直不給她講 對... 不是 然後重點是你知道有一天 好不容易 不是 我有發言的權利 我講完你再講 有一次我們要去吃飯 等一下 有一次我們要去吃飯 然後好不容易 她已經肯穿那件衣服了 出門了 然後到了現場 她就說等一下有小孩嗎 我說沒有小孩 她這樣子 那只有大人嗎 我說只有大人 我不去了 我說你不去了 我們已經到飯店門口 五星級飯店耶 然後她就說我不要 我說... 然後等一下 然後小乙大一又講了很久 差點在路邊吵架 為什麼 就為了她說 她已經換好衣服 好不容易你知道 這也不穿 那也不穿 好不容易已經換好衣服 要去了 到現場她不上去 她說她不去 對 然後她就說 那我要吃Fabon就好 你可以不要去饒舌歌手一樣 我說不行 你知道我們兩個在那邊吵架 連路邊的人都一直看我們 然後忍不住 忍不住都在偷笑 我都覺得很尷尬 她要講話 我怎麼都知道你 等我講完故事 輪流講 再給你媽媽十秒鐘 我說等一下也會給你機 然後等一下後來她上樓了 你知道嗎 已經吃飯了 她就說 都是我不喜歡的 都是一些五星級的好料 她說我不要 我就不喜歡吃鮑魚 她說我要下樓 她要放棒糖嘛 妳給她鮑魚幹嘛 她說我要下樓吃 御飯糰 可是長官都在 然後只有一個小孩 她特地給她一個位子 電視台的長官喔 對 有啊 那小布丁當場 吃什麼鮑魚 你們這些人 豬門酒肉臭 路有凍死鬼 小布丁什麼想法 小布丁 就是不算我 他就是硬要我穿裙子 我就說了 蛤 那妳喜歡什麼 我喜歡 阿兵哥 對 妳喜歡穿得比較中性一點 有個性 她喜歡嘻哈 她們還是穿著褲子 很像是我阿嬤穿的 不是現在是我的發言時間 妳不要這樣 好 我給小布丁申訴時間 妳只有三個小時的時間 來 請一講 小布丁把心靈的話講出來 對啊 就是因為我覺得就是穿那種 可不可以不要 而且要嘛就是裙子 要嘛就是緊身褲 比較好看啊 對不對 所以公主呢 穿這樣是不是很好看 有看照片 小布丁夾著很美啊 你看她的臉 她的臉就一副厭世臉啊 那小布丁妳不喜歡自己這樣 蛤 那妳喜歡什麼 我就是喜歡那種 有沒有正常一點衣服 不要像一個 妳說現在這樣子嗎 對 這樣子就是很正常 就正常的人好不好 我可不可以不要當那種 今天她身上穿的衣服 是自己選的 對啊 那如果是妳的話 妳就會希望她穿得像公主 就是比較正式一點 不是不是比較正式 妳一定要是像那個 就是妳就是像我 有時候看一些影片 就是不是公主鳳那種東西啦 嗯 就是那種槍在那邊打來打去的 然後就是那種打來打去這一種 然後媽媽就說 妳可不可以看一點正常的啊 她現在看什麼 啊迪士尼啊 然後她就是 然後她 我就覺得很 不喜歡 對 因為有的時候我們會發覺 像媽媽如果很女性啊 媽媽很端莊很優雅 小孩就跟我們唱反調 這邱醫生是為什麼 對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鼓勵小孩 就做自己 還是我們應該要試圖的 就是壓抑她 然後把她變成公主 應該是說如果妳想要改變她 某個程度可以 但不可能180度 OK 對 所以我剛才聽下來就是說 這對母女真的很熱鬧 我家裡面很熱鬧 但其實小孩子更小的時候 他們都想要討好父母親 想要父母親喜歡他們 但是到了快青春期的時候 他們有另外一個發展的特徵就是 他們想要證明自己 是獨特的一個個體 自己是不一樣的 那我怎麼證明 我跟我爸爸媽媽不一樣呢 最簡單的方式就是 他說東我就說西 這就是不一樣 我跟他就是 就是獨立的個體 唱反調 唱反調 那我知道了 他不喜歡穿公主風 那我明天就改成嘻哈 他就變公主風 你叫我丟那個全套迷彩妝給他 他說不行 我喜歡穿公主 對耶 我不敢見他這個穿手 你可以實驗看看 我就是不喜歡公主 我就是不喜歡 就是永遠都不喜歡裙子 其實我覺得小朋友 最可貴的就是 他們獨特的個性 你仔細想一想 這個世界 改變世界的人 通常都是個性很獨特的人 像賈伯斯啊 馬斯克啊 他們都是非常特立獨心的人 那當然還要有相當的知識 才可以啦 所以我覺得一個家裡面 不管是你一個小孩 兩個小孩 三個小孩 其實都會有那個 個性比較獨特的那一個人 那那個人呢 其實就是父母親的功課 你要花更多的耐心 更多的這種智慧 去跟他相處 小福丁你剛剛是不是要申訴什麼事情 對啊 我想一下 我剛剛講 我想到 我想到 就是像那個 假如今天我倆一樣 就是我挑禮物有兩個 想要選嘛 然後可是 媽媽她就說不行 你一定只能選一個 可是爸爸她就說 那兩個都買好了 她的意思是說爸爸比較好 跟爸爸去買東西了 剛剛這些故事 這個聽起來已經夠驚悚了 然而今天 還有更可怕的 據說有些人的孩子 這一輩子 他們認為 是專門來製造 家庭戰爭 謀財害命 誰啊 麗晴姐 五分 五分 又是減速的 對 但其實 其實我覺得 也許小朋友是無心 可是真的有時候 滿造成尷尬的 就她還小的時候 她幼兒園的時候 有一次我跟阿福 我們就去幼兒園接她 然後就等很久 然後就看到小朋友出來 然後老師出來 但其中就 看到小朋友出來 小朋友都這樣 就是在那邊切切死語講什麼 然後偷笑這樣 然後老師也是這樣 感覺表情怪怪的 後來就有一個小朋友 男生 他就比較直接 他就走出來 小布丁爸爸 聽說你都在家裡亂放屁 然後所有的人 大家就全部哈哈 哄堂大笑 後來他就 我們就跟他講說 老師說 那個 小布丁說 爸爸都會在家裡亂放屁啊 然後有時候穿著內褲走來走去 什麼的 我說天啊 這種事情 你也跟學校老師講 然後有時候 我記得有一次 老師就是很嚴肅的跟我講 他說媽媽 聽說那個 小布丁說 你跟爸爸喔 好像吵架 要離婚了是不是 蛤 對 很嚴重耶 什麼意思啊 他是說 他說你們兩個吵架 然後他在學校都沒有心情上課 然後也沒有心情吃飯 那 就想說 你要不要跟他好好聊一下 因為他真的很愛你們 他覺得 他這樣真的沒有心情來上學 我就覺得天啊 所以說你跟阿福要離婚 沒有啦 沒有這個其實 其實說假如說 現在我想起來 我以前幼兒園 又有這理由的原因是因為 我其實很 就是每次上幼兒園都很早起來嘛 我想睡覺 所以就故意把這理由當成 那個什麼 就是故意把這理由當成這樣 借口嗎 就是對 然後另一個 另一個我 我說 在學校說他們壞話 原因是因為 他也跟那個什麼 他也跟一些朋友 在那邊給我看一些 我很糗的照片 例如說我生病 眼睛腫起來 我跟他說 我這樣很醜 你幹嘛拍 他說 沒有啊 我只是拍起來 然後給你看而已 結果根本沒有 他傳給其他的朋友說 你看他 你看他怎樣 有時候媽媽是會覺得小孩子 小時候的照片很可愛 譬如說嬰兒的時候 剛出生 他就是我當然會給別人看說 你看小布丁剛出生很可愛 他就說 好 很醜耶 像個什麼 三角飯環 對 哪會啊 媽媽都會覺得 小孩很可愛 可是每一張他都嫌醜 因為嬰兒的時候就很肥 我就會覺得很 那嬰兒一定肥 嬰兒不肥那就比較奇怪了 對啊 因為小布丁其實是很早生 很有他自己的主見 對不對 所以很有個性 邱醫師這樣子的這種狀況 如果小孩 出去外面爆料父母 是有點那種報復的心態的話 冤有頭再有主啦 什麼 我覺得因為孩子長大了 他一定會想要有自己的隱私 對 所以當 他可能知道媽媽或爸爸 在外面說一些他 覺得很醜的事情的時候 對 那他唯一的方法就是反擊回去 所以他就會跟學校的老師 那個同學講說 爸爸媽媽在家裡面 一些很糗的事情 其實 讓爸爸媽媽尷尬不是他的本意 他的本意是 要讓爸爸媽媽知道說 我也有反擊的力量 你們以後不要 沒有經過我的同意 就去說我的事情 精度小小小小的 很糟糕